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鼻炎 眼睛漆扬的 每当耳水不平衡发病时便会头晕呕吐 大笑便湿剂 气管炎发病时则整天不停的咳嗽 根本无法躺下 只好眼睁睁的做到天亮 鼻炎病发病时只可以用口呼吸 他本人虽然在医院工作并且看遍中西医 但都无法根治 病魔常年的折磨他 而且他丈夫非但没有给予同情帮助 更时常无理取闹 使他身心受创 这样的双重折磨下 生活就像生活在活地狱般痛苦 生不如死 直到四年前 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 认识了一位自由静性观音菩萨的居士向他解释 现在科学这么昌明 世间许多病症为什么会令群医束手 无他 因为这些病都是因果病啊 是前世的业障所致 只有消除了前世的业障才是真正的对症下药 至于消除前世业障的方法 那就是戒杀 放生 吃长斋或吃早斋 静坐 早晚前送大悲咒 这样便能消除业障 增智慧 配合平时多作布施 行善积德 恶极 自然会消失 对于这番提示 黄女士如获至宝 立即坐檐起行 四五年来 黄女士早晚从不间断地虔诚地送念大悲咒 并且坚持静坐 假日义务派送劝誓善书 行善布施 黄女士怀着一颗制成的心和惊人的毅力 经过几年的努力 上述的不治之症全部消逝 而且再也没有复发 心情开朗 面色红润又光泽 更不可思议的是 她丈夫也改变了原来冷漠的态度 关心和爱护她 而且也敬信观音菩萨 家庭充满和睦和温馨的气氛 真正体尝到人生的幸福 黄女士感激观音菩萨的感应 打背周的灵验 现在更加认真地做好每天的早晚课 虔诚地送念大悲咒和静坐 积极地参加各种慈善活动 出钱出力 行善唯恐不足 以献身说法送念大悲咒 使她根治多年顽疾的灵丹庙要一度善心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